Hello,我是Cyvia 今天,您做花草日常练习了吗? 今天和您分享的花草日常 灵感来自于厨房的滤网 首先,准备一个宽口的花器 整理一下今天的花材 将滤网剪至适当的长度 在花气口 用透明电气胶带紧密结合一圈 接着,在滤网 剪上8到10个洞口 我们将今天准备的雾霉叶 有加粒叶取枝 插座在刚刚 我们所剪的洞口里 大致插座老靠之后呢 将绿叶铺底完成 接着,将今天的玫瑰花 白色玫瑰花 取下几枝 分散在这个作品里 高度不需要非常的高 将玫瑰安排好之后呢 我们紧接着,将迷你玫瑰 测枝取下 选一个比较大的插座点 将它置入 接着,放入 白色的蜡梅 让细碎的小花 和玫瑰跟绿叶之间 错落着妆点 接着,我们将 今天的小蓝天绣球 底部整理好之后呢 将它分散到4到5个位置 在这个作品里 再补充一点点绿叶 让这个作品 可以更支撑出 它的紧实程度 在确定好作品的 牢靠程度之后呢 将今天所准备的 蝴蝶露莲取出 取一个比较长的字径 让它可以诠释着 这个作品的律动感 在3到4个位置 让露莲分别 呈现出 摇曳的感觉 这不是一个很大的作品 却是一个 非常讨喜的 居家装饰的 小作品 虽然是一个小小的作品 但是 却会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擦坐好露莲之后 我们将容器 注满水 顺便检查 每个素材 是不是依序 有吃到 水分 我们再用一个蛋糕盘 将这个作品 呈现在 空间的角落里 每天 用心感受着 花草带来的季节感 在拍摄影片的 过程里 我们在寻找创意的同时 也希望 你可以运用生活里 小巧的 灵感 简单的素材 可以装点着 您的生活空间氛围 并不需要任何很特别的花期 或者高贵的素材 相信 以这个为出发点 您 也可以 做好 属于自己的 花草日常练习 你喜欢今天的 花草日常练习吗 欢迎你 与我分享 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 也欢迎 给予我们讯息 我们将一一答复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